新一期的社會房屋在11月8日起開始申請 首兩天就已經派出了18,000份的申請表 足以反映了居民對於公共房屋的恩切需求 社會房屋是協助經濟狀況薄弱的居民去解決住屋的困難 但是我們收到有任職保安員的居民反映 由於當局突然更改今次社會房屋的申報方式 僅僅限定20月份的總收入和收益計算 令到他是無法申請的 這個個案是他的固定月薪僅僅是6,240元的最低工資 但是迫於生活和交租的壓力 他每日都會加班四小時希望去維持生計 而即使如此 他每個月的平均收入也都是大約回回是1萬元左右 仍然是低於社屋一人家團的11,470元每月的上限 這次僅僅因為那個月他有一些強制性假期工作後的補償 或者是當月特別工作安排才獲法的臨時津貼 就令到他稍高於社會房屋收入上限而無資格申請 社會房屋是資源有限 政府固然是應該做好規範和監管 確保資源能夠符合政策的初衷 過往社會房屋申請收益也都會作出申報前一個月 或者如果是非固定的收入性質 就會以作出申報前的6個月 或者12個月的平均每月收入去計算 而經濟房屋法也都明確說了 每月收入限定是以作出申報前一個月的收入 或者作出申報前12個月的平均每月收入去計算 這種計算方式相信就能夠更加客觀地反映 申請者的收入狀況 但是由於現在的社會房屋法 並未對每月收入作出很明確的規定 部門今次就一改以往的做法 令到一些本來應該是社會 社屋支援的人士就被拒諸門外 實在是有違社會房屋負載弱勢的初衷 不少基層的僱員工作時間長 工資水平低 未能夠因為經濟的發展而受惠 反而就因為通脹承擔了越來越重的壓力 近幾年樓價高企 更加是令到他們承受著很沉重的住屋租金壓力 他們期盼了幾年 終於等到政府重開申請 現在就因為一種突然改變 這種不合理的收入計算的方式 而被拒諸申請 那就感到極之無助 所以本人促請當局能夠關注上述這個問題 並且參考以往的平均計算的原則 對社會房屋的申請收入的準則作出調整 確保有需要居民能夠有渠道去申請社會房屋 以解他們的安居之苦 而要舒緩居民住屋困難的問題 除了要增加公共房屋的供應之外 也都有必要儘快去完善法律的修訂 目前社會房屋法已經交了給立法會審議 但是類似經濟房屋法 已經完成資訊超過兩年 有關的法案仍然未能夠出台 政府已經承諾會在兩年內重開京屋申請 社會亦都期盼在重開申請之前 政府能夠積極盡快地對京屋法作出完善 尤其是應該考慮讓居民以繼分輪候排隊的方式參與 避免因為現有法律的一些不足漏洞 而令到真正需要公共房屋支援的居民都被排除在外 政府要確保分配的合理和公平性